《易经》啊,它是自然规律 是解开人生宇宙密码的一把钥匙 《易经》这个词呢,是一本书 孔子,山师书,定理乐,做春秋 唯独对周易是一个赞子 并且为他做了序,写了十亿 加了十只翅膀 从此这本书就飞了起来 那他是自上古的福西画卦 到周恩王、周公,填写卦腰词 最后孔子把它完善 实际上他是为了更好的去理解 阐释这个规律 加上人文、人类社会的这个一个总结 让人去更好的去理解操作 那《易经》本身呢 当然是一本无字天书 那福西是 他仰观天文、复查地理 进取诸身、远取诸物 观鸟兽之闻等等 自然他是一个 就是把它高度的总结 就是化为阴阳谣 这种阴阳的变化 规律的这种 《易经》在道家 也并与老子、庄子为三玄之一 现在我们讲这个上古三经 山海经、皇帝内经、易经 他都占有一席之地 可见这个势利三谷啊 又经历这个这么多圣人呢 就是历史的这个沉淀、经典啊 它的价值有多大 那在科学的年代呢 我们把这个 就是用现在的科学的语言、方式 这些方法、理论 去尽量去探索它其中的奥妙运用 更好的能够服务于这个社会 能够让我们明白它这个根源 这个才是一定要特别重注意的 重要的东西 那下一讲呢 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数 数字的数 为什么要讲数呢